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7号星期四 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27号应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纪念韩美同盟建立70周年 他在演讲中多次以美国前总统和将军为例 赞扬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同时强调韩美同盟将比任何时候更强劲 尹熙悦总统以林肯总统的 格底斯堡演讲中的一句话来开场 这句话就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 奉献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 他说我怀着自由的信念 对同盟的信仰以及开辟新未来的决心 站在这个国家面前 2022年当选为韩国总统的尹熙悦就职以来 一再强调民主与自由 他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我们面临着许多威胁 但美国总是引领世界捍卫自由 两次世界大战当中 我记得迈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 尹熙悦说世界被分化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块 1950年朝鲜半岛处于前线 苏联重新武装朝鲜 朝鲜的突袭威胁着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 韩国的自由和民主濒临崩溃 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 美国并没有视而不见 韩国和美国士兵肩并肩英勇作战 谱写了英雄的故事 不过他说繁荣仅限于自由市场经济 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没有参与其中 他还提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在长津湖战役中 与12万中共军队的激烈战斗 他说 韩国永远不会忘记 与我们一起捍卫自由的伟大的美国英雄 我借此机会 向所有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表示敬意 尹熙悦回顾了两国同盟的历史 并说 我们有很多理由来庆祝我们的白金周年纪念 刚开始时 我们没有成功的保证 但今天 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强劲 更加繁荣 联系更加紧密 事实上 它一直是维护我们自由 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尹熙悦利用这次的讲话机会 突出了韩国对美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包括韩国公司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的电池 半导体 汽车和其他产品 为美国带来了体面的高薪工作 他还表示 韩国将与美国共同扩展这一同盟的关系 共同引领安全和外交政策以外的创新 尹熙悦在持续43分钟的讲话当中也谈到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虚假的宣传和信息误导 正在扭曲事实和公众舆论 使自由受到威胁 他还表示 朝鲜当局对核武器和导弹的痴迷 使朝鲜人民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 并侵犯人权 应该让国际社会意识到朝鲜严峻的人权状况 他承诺 韩国将与美国一道走向未来 一起发挥自由指南针的作用 保护和扩大世界公民的自由 包括朝鲜人民的自由 他说 他的政府将坚定应对挑战 但同时也将为朝鲜无核化的对话敞开大门 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前一天 尹熙悦与美国总统拜登 共同宣布了《华盛顿宣言》 美国给予韩国延伸核威慑 韩国则同意不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项目 他也谈到了俄乌战争 说韩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 尹熙悦在国会发表的演说 多次赢得了两党议员的掌声 2015年 宏极一时的脱北女孩 朴延美近日遭遇了两波反抗潮 继上周华盛顿州 惠特沃斯大学的学生发起反抗之后 在日前 纽约州雪城大学的学生 也发起了反抗活动 校园改革报报道 雪城大学的学生摧毁了朴延美 在雪城大学的活动传单 来抗议她的演讲活动 根据学生报纸The Daily Orange的报道 她在职业生涯当中批评了政治正确 警告触发和觉醒文化等概念 Campus Reform获得的照片显示 演讲活动的传单被撕毁 扔到地上 或者是被其他的传单所覆盖 托北女孩朴延美 在2007年脱离朝鲜之后 就时常在各地发表演说 期望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朝鲜问题 她先前还曾出版过自传 为了活下去 讲述自己的经历 故事中她提到 上学的途中 看见尸体躺在路边 肚子饿到只能吃野生植物果腹 邻居获名情耀的消失等等 揭开了被共产主义统治下的 真实与虚假的两面性 如今共产主义的风气充斥着美国 也正在中国大陆上演 在近日 网上流传的一则来自中国大陆的视频 真实地反映了电视台 是怎么造假的 有一位记者拿着麦克风 采访在田地里干活的农民 教农民怎么说台词 但是不知这位农民大爷 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 他把记者的话 原封不动地学下来 连你我都原封不动地学下来 最终导致采访失败 师父你就说你种了二十亩田 今年收成还不错 你就说你种了二十亩田 不是不是你要说 你种了二十亩田 好开始 你种了二十亩田 不是不是 你说你说我种了二十亩 师父我种了二十亩田 师父我种了二十亩田 不是你要说我种了二十亩 我要说你意思啊 视频下方很多网友留言讽刺说 共产党在教善良老百姓说谎 央视上的喜人新闻大都是这么来的 也有网友打趣的说 大爷心里全明白 就是不配合你们 然后你们拿大爷一点折也没有 还有一则视频也在网上热传 一位老大爷可能是很久没买肉了 拿着厚厚的一叠一毛钱去买已经二十元一斤的猪肉 渴望的眼神看哭了很多网友 有人留言说 看这视频心里真心酸难过 可怜的老人家 也有人认为 说明人们已经质疑这个所谓的繁华盛世了 身为习民不应该也不能歌颂苦难 另外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 在推特上传了一则视频 是一个遭遇两起医疗事故的妇女 与登门的国保支队长当地的警察的对话 她因为状告医院滥用支架多次坐牢 不得已把省政府告上了法庭 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因此走哪都有被跟踪 随时随地感到威胁 活得非常的苦难 她质问来人 这国家是警察国家 到我这来我就感觉到一种威胁 因为我从来不干坏事的人 为什么你们老总盯着我盯着我 我甚至到上海去 旁边的位置居然就是你们国保国安 安插得这么紧密 我真的觉得好可怕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吗 这个国家就是警察国家 也许是 管的都是我们好人 网友自由中国留言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最大的问题是中共政府 但是百姓能告吗 要是这么一告 就是颠覆政权罪 竹秋远律师在推文下留言说 高老师作为政治家 更明白公平世界 只是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 另一则视频也在网上疯传 农民种植的开满鲜花的梨树 被农馆毁了 饭碗被砸 生活也成问题了 有网友表示 这是作死的节奏 文化大革命 三年大饥荒等等 如果还不能吸取教训的话 这个政权真的是灭亡在即了 福克斯新闻黄金时段的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 周一离开福克斯之后 他的去向受到外界的关注 伊万富翁马斯克表示 推特可能为他提供一个 可以获得成功的平台 自2009年以来 卡尔森一直是福克斯新闻的固定成员 从2016年11月开始 主持自己的黄金时段节目 塔克·卡尔森 金夜秀 直到上周五的最后一期 卡尔森的节目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他主持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节目 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每期往往吸引超过300万的观众 卡尔森离开了福克斯新闻 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下一步可能做什么的猜测 同一个美国新闻网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罗布·赫林 已经邀请卡尔森 开始讨论加入他的有线电视网的条件 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现在主持卫星广播节目的凯利 告诉保守派新闻媒体Newsmax 卡尔森可能会走独立路线 他说他将不再对公司老板负责 可以自由地说任何他想说的话 当然是在诽谤法的范围内 他将获得彻底解放 金融媒体公司Great Capital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德克特周一猜测 在多家媒体网络人员变动 以及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情况下 马斯克可能会对新闻媒体环境 产生巨大的影响 德克特发推文说 卡尔森离开了福克斯 莱蒙离开了CNN Buds Feed的新闻关闭 NBC环球首席执行官辞职 媒体格局正在快速地转变 推特和马斯克将成为新的前沿阵地 他随后又发文写道 马斯克应该聘请卡尔森 并开办一个视频服务和YouTube竞争 然而马斯克又有一个不同的建议 他回答说 或者我们不用雇佣任何人 而只是让内容的创作者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繁荣发展 而不受到超越法律的审查制度的约束 在收购推特之前 马斯克提出 收购推特将作为开发更大的 X应用程序的跳板 推特最终可以提供一套更广泛的功能 他还曾经多次把对推特的设想 与中国的微信进行比较 微信具有传播文字信息 语音信息 发布广播 视频会议 手机游戏 和移动支付等功能 马斯克在12月份的时候说过 微信有很多功能是推特应该有的 他希望推特应用程序 能够轻松地处理付款 支持长篇文字和视频内容 并且能够轻松地从中盈利 24号 马斯克还宣布 推特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 可以允许内容创作者通过平台的货币化设置 来启用订阅方式 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捷克特谢拉 被指控泄露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 他在27号于马省伍斯特市出席拘留听证会 此前五角大楼有100多份的机密文件 在社交媒体上被泄露 引发外界的关注 审理案件的法官将对是否继续在审判前 拘留特谢拉听取辩论 检察官指控说 特谢拉在他的法律案件受理期间 应该留在监狱当中 部分原因是 他可能仍然能够接触大量的机密信息 并且具有潜逃的风险 对国家安全造成破坏力 检方表示 当事人具有暴力倾向 而且曾经讨论过 大规模扫射人群的想法 在他的家中还保存了步枪 火箭筒等大量的军火 法庭文件还显示 特谢拉被捕之后 调查人员在他的家中 发现了一台平板电脑 一台笔记本电脑 和一台游戏机 但所有的这些物品都被砸碎了 放在垃圾箱里 这些文件是在特谢拉27号出庭之前提交的 预计法官将决定 他是否应该继续被拘留 21岁的特谢拉面临着间谍法的指控 他被检方控罪 在社交媒体平台Discord上面 发布了100多份五角大楼的机密情报 其中包括有关俄乌战争的敏感信息 记录显示 这次事件是美国2010年以来 遭遇的最大情报泄露事件 在上次泄露事件当中 维基解密网站上 曝光了超过70万份的机密文件 视频以及外交电报 特谢拉被控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 未经授权删除机密信息和国防资料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他将面临着高达25年的践进 迄今为止 特谢拉还没有正式认罪 美国海军证实 伊朗27号在阿曼海湾 扣押了开往美国德州的甜蜜优势号邮轮 引发了最新的破坏性重要事件 美国海军要求立即释放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邮轮 表示邮轮当时正在阿曼湾国际水域航行 并抨击伊朗继续持续的骚扰船只 而伊朗方面宣称 这支邮轮撞上了一艘伊朗船只 造成了两名船员失踪 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在声明中指出 伊朗政府应该立即释放这艘邮轮 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 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 在美国加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几天之后 最近的扣押事件发生了 美国第五舰队最初将责任归咎于革命卫队 但随后表示 这次的拦截活动是由伊朗海军执行的 被拦截的邮轮是由一家中国天津注册的海运公司所有 由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租用 目的地是美国墨西哥湾休斯顿港 船只在扣押期间发出了求救信号 海市安全公司Embry调查数据显示 这艘船在被扣押之前遭到了直升机登上甲板 在事件发生之前 船只没有表现出任何进行规避动作的迹象 这可能意味着伊朗关于这艘船只卷入事故的说法 只是一个幌子 海市安全公司Joyed Anderson评论说 目前当局的假设是 这是一次伊朗任意扣押船只的做法 来回应美国政府的举动 法新社指出 被扣押的船只所在的水域 是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的咽喉要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伊朗在这片海域非法扣押了至少五艘 在中东航行的商船 其中包括一艘英国的邮轮 两艘希腊邮轮和一艘韩国的邮轮 苏丹的战争局势胶着 外界迫切地寻求 缓解的对策 27号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亲王 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讨论了苏丹事态的快速发展 在电话当中 两人还讨论了滞留沙特的外国人情况 并强调了停止军事升级的重要性 他们还强调了对苏丹居民提供必要保护 与安全人道主义走廊的重要性 外长们还讨论了地区和国际问题 以及各自国家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 在27号 苏丹军队在首都喀吐木发动空袭打击军事部队 同时在达尔富尔爆发了致命的战斗 在午夜为期三天的休战期满之后 交战双方在周三晚些时候表示 他们已经同意在邻国南苏丹的首都 珠巴举行会谈 接受美国与沙特的调解 延长休战期三天 中共政府政策殷勤不定 中国各地的民众表示 目前的社会形势让人感到消沉 有网友撰文讨论当今中国人的心态 披露经济问题 结果文章很快遭到网络监管人员的删除 一位国主发布文章说 他在微博看到一条推文 感到有道理 感觉许多人现在的消费理念 就像是明天不过日子了似的 商店看上去是想捞上一笔 然后就不干了 消费者也是 就像花完这笔明天就没得花了 吃馆子 看演出 订酒店 但是另一方面 实体经济那是真差 甲方一个比一个抠门 预算一个比一个少 应届生的工资像是狗不理 另一边还有人发疯 吃饭 喝酒 住酒店 感觉大家都有点不正常了 这位博主还表示 某个普通的周末 他到了上海外滩 观察到了一些细节 街上人特别多 因为逛街不要钱 小餐馆人特别多 因为吃饭便宜 不过服装 香包店里面 人倒是不多 看起来店员比顾客还多 有人评论说 现在谁还每个吃饭钱了 不过要是买几十万的车 几百万的房子 肯定不买 哪怕去年还有买房的打算 今年连提都不想提了 他还表示 有一些年轻人 如果下决心不买房 不结婚 确实可以不停地穷游 毕竟外地烧烤 用不了多少钱 取而代之的是 到庙里烧香的人多了 做心理辅导的人多了 而在社会面上 工作越发难找 本科生硕士生 大量滞留在城市 在职场 工作预算大量减少 项目也被砍 这篇谈论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 很快就遭到了删除 还有另一位博主撰写了题为 退出中国市场的 著名外企名单的文章 提到 近年退出的企业包括 乐天 佳能 索尼等厂商 结果文章很快也遭到了封锁 对此网友评论说 现在经济太差 就连普通的讨论文章 也能戳到痛处 而在微博等平台上 经济下行成为了热搜词 在热门的博文当中 有中国网友发评论说 他觉得现在还只是 经济下行期的初期开始 还有人能有闲钱养猫养狗 再过几年看看 未来的精神需求 精神消费一定是廉价便宜的 而不可能是烧钱的 未来国人的消费 就是一切简单化 对此有不少回复说 他认为形势变化更快 不用过几年 下半年或者是年底就能看到 这也意味着许多网民 都有类似的讲法 他们不约而同的 都不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天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